部分 非常期待Sunny 海神哥还有乃万 在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他们的作品 接下来有请我们这一期 荣耀金曲争夺战 最后一位神秘助阵嘉宾 他太厉害了 只要说这一个抬头 大家可能就会知道他是谁 他是中国首席吉他手 他来了 中国首席吉他手 就应该只有李安亮 感受第一期的好 李安亮老师真的 在我们心中就是神一样的人物 如果说他是中国弹吉他第二的话 应该没有人去感受第一 他一路走来呢 也跟非常多的知名的歌手 演员合作过 像王菲啊 许葳啊 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 对于他们来说呢 李安亮的吉他 一定都是如有神助一般的角色 李安亮和谁组队 都是能够锦上添花的 可以说是本期最强辅助 谁得到了李安亮 谁就拿到了一半的精确 而且好 欢迎来到五一Talk 在线青十二一语加油时刻 欢迎李安亮老师 对于接下来的舞台 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跟所有的音乐人在一起 分享音乐带来的快乐和愉悦 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的助力口号就是 Let your heart sing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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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难吧 翻译很难很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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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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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彈琴的人 今天一开始的那个表演 可能大家不太弹吉他不太懂 其实前面那段范茵的表演 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个如火纯青的地步 该怎么去表达 真的要极小心翼翼的 就不然的话你会弹乱 这个是要求技术极其极其的精准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 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叹为观止的一场表演 老朋友勇拥抱一下 勇拥抱 因为我看到亮子莱 我真的好开心 如果大家小时候听过 《最美》啊 《冷酷到底》啊 像《奔跑》啊 所有那些最精彩的吉他 solo 成就了雨泉音乐灵魂的那部分 就是李延亮 我人生的第一次进录音棚 他就陪我在一起 我人生的第一次的演唱会 他就在我身边 我们共同成长 当然我真心地发出邀请啊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能够跟亮子在舞台上 每多一次表演 其实都是我们缘分的再次深入嘛 好了 老师好 老师好 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刚到北京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应该是2004年 《音乐混合体》这张专辑 然后整张专辑里面有好几首歌 是跟那个李延亮老师合作的 也算有幸啊 三把嗓子可能已经够了 但多一把乐器 会不会觉得这个组合会更加地好 我觉得那是一个黄金的加持 想要演绎的那首歌 中间真的有一段 非常非常重要的吉他的 solo 在一起可以设计很多的好玩的东西 胡彦斌的状态 他一直保持到现在 至今在音乐上的追求 我都有关注 特别好 特别好 彦斌优秀 谢谢亮哥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 想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建议大家多去京东 买一点我们的东阳光干仙草 因为它采用的是航天冻干索仙技术 保留了更多的营养成分 随时免洗滋补 可以驱走疲惫 应对各种忙碌的工作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身体 好心情和好状态 我真的真的非常意外 今天可以看到 李延亮老师来到现场 因为他的大名呢 其实我已经听了很多很多 那但是呢 一直没有机会跟他一起合作 但是今天呢 其实让我最最感动的就是说 你可以听到他用吉他 他在唱歌 没有歌词 他一样可以感动 希望希望真的有机会可以合作 哲哥 我爱你 我也爱你 今天都有机会啊 都有机会合作 Angela会不会有一点失落 对啊 小航 我们还有机会 好 好 亮哥 今天呢 三位向你抛出了橄榄枕 你要选择一位进行后面的合作 对于李延亮来讲 这是一个多选题啊 其实以他的功力 和快速的反应力的话 同时完成三首歌的合作 是没问题的 哲哥 是 那个 我其实 我有点怕 我的琴声 配不上你高贵的歌声 不 不不不 我就先透露一下 其实我们这次选歌的方向呢 其实是 摇滚 摇滚 他这次要玩摇滚 真的是 真的是 你看我为了 我这次为了李老师 其实我都把我的这个 要表演的内容 都先说出来了 你看吧 好了 亮哥 请告诉我们 你今天要选择的 音乐合伙人是 把我们搞得好紧张啊 在我 早期在北漂的时候 满大街 都是他的歌 所有的唱片店 橱窗里挂着他的大海报 在那个时期 他是我需要仰视的人 今天来到天赐的舞台 如果有机会 可以成全我的心愿的话 我就来职了 我选择张迅哲 恭喜阿哲老师 恭喜 把他开心地跳起来了 谢谢 谢谢